开放新中国 今天我们要带您看的是 被称为中国最会赚钱农民的赵本山 赵本山他因为成功的把东北二人转发扬光大 在去年呢他获选为是 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继承人 那么今年5月他进军到了北京来 开设了流老根大舞台 每晚一票难求的盛况 也引起了民俗学家的侧目 有人说呢赵本山他这样的表演 太商业化了 跟北京变位走掉 还有人说他实在不配当二人转的继承人 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花钱买快乐或许最能解闷 这个也是名人 大家可能又冷不停就没认出来 排过很多很多的影视剧 没有没有 姓孔叫孟立 哎喻 你能不能查清楚点啊 我不是孟立 姓张叫张曼玉 你不是人不啊 这一会儿就给我换两名了 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什么的呀 咱俩都过这么多年了 我不能换人我还不能换名嘛 小沈阳这包袱把观众逗得多乐啊 多亏了他的师傅赵本山 将二人转从东北农村带进城市 还成为最时尚的文化艺术 赵本山更因此成为去年 中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 太关键了他就不是二人转 我就告诉我 他就是这种 但是我告诉大家 我不想听到太多好的东西 传统的二人转 其实有点像诸葛亮的歌听秀 充斥着大量的婚笑话 所以赵本山推广的是改良过的绿色二人转 而且内容更贴近民众喜欢的调调 只是过分商业化的操作 却让部分民俗学家看不过去了 就包括这个东北二人转 东北二人转所以发展大舞台越发展越大 这并不意味着是 不意味着二人转保护遗产的成果 是要生存发展的成果 他们可以发展成很现代的一种二人转的后裔 但是同时也不能让人家忘了 二人转的原来的形态 这部分的传承目前是弱 乌秉安是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副主任 他以不够传统为由 主张给赵本山揭牌 清华大学美学教授孝英也跟着副意 二人秀就是一种迎合当前的娱乐商演需要的一种表演艺术 但谁来定义传统不传统呢 又是人红是非多惹出来的争议 站在风口浪尖的赵本山只说 称号都是别人给的 他在挽救二人转之前也没想过会得到什么 但对于舞台上的表演者来说 还是老百姓喜欢为主呢 大家都喜欢它是好东西吗 能留住观众才是网道 中天新闻百姓鱼综合报道